第122集 宁牙缩在屋角的草丛里 看那一袭悬袍的人领着虎奔未出府 才贪婉在白人身旁 咱们可以出去了 白人挪着屁股从里面钻了出来 等宁牙出来 一人一郎趁着天色朦胧摸回了宋初一的屋子 全然不知想瞒住的人一个都没瞒住 宁牙把窗子关了 给宋初一盖上被子 又出去打水生火 做早膳 白人凑到宋初一脚边继续睡 颖寺回宫之后 在书房换了备用的衣物 并开始一日知识的朝会 下了朝会 颖寺就着书案 草草用了几口早膳 令人把墨家巨子拿来的那份假灭国论 给宋初一宋去 面对堆积满岸的奏解 又继续打起精神批语 朝中官员大批唤心 纵人他看人的眼光一向极准 可是有一大部分人是接受新政务 难免会生疏 披露不可避免 新上任的大良造公孙衍 最善邦交与兵士 也不能熟练处理内政 再加上外战派出许多 打算重用的人才 还有暂时调遣到各个郡县的人 朝中可用之人太少 眼下只有他和处理级两人调大梁 而一般越过处理级 到他暗身的政务 更是各个棘手 直到深夜 嬴丝暗头清空 才得以客送出一的字 君上 国后令贴身工碧送汤面来 门外内侍禀报道 进来 银丝放下客刀 总的来说 他对这个国后还算满意 老老实实不惹事 也能把后院的事情处理妥当 工碧拎了石盒进来 跪在岸前 俯身将面取出 这是国后亲手做的面 君上请用 嬴丝接过快筑 也不管喂的如何 便吃了起来 他吃相算是豪放派了 工碧偷眼瞧着 心觉得这才是 大丈夫该有的样子 那些他以前觉得高贵的 细娇慢艳的男人 反倒不能入眼了 一大碗汤面 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 嬴丝刚搁下快筑 外面那时又说 君上 玉夫人亲自来送汤面 嬴丝神色陡然一冷 吓得那抬眼观察他神情的工碧 一个哆嗦 让回去 进足半个月 嬴丝冷冷地说 转眼看见匍匐在地的工碧 你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让国后早些休息 那 工碧心里一喜 手脚利索地收了东西回去 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 对于嬴丝来说 虽是出于政治因素 既然嫁给了他 就是唯一的妻 其余都是单纯的政治牺牲品 他能给的 就只有锦衣玉食而已 至于他那唯一的妻 生得如何模样 似乎已经有些模糊了 罢了 等忙完这阵子 再抽空去看看 这般 日子平静忙碌地 过了六天 嬴丝暗中派到秦国各个郡县的人 已经将关于宋出义的传言 压制下来 追查传言的出处 也已经渐渐有些眉目 据说是从一些别国的商社流出 几乎每一国的商社都有 而各家学派的声讨 无法遏制地 掀起一个滔天巨浪来 墨家这些年 一直对秦国很是支持 这一大助力 秦国不能失掉 然而百家之中 却属墨家反应最为激励 墨家一直坚决反对暴政 更甚至 不惜以墨之一家之力 以暴制暴 这件事情 显然不能久托了 对宋出义的质问可以有 反对可以有 声讨可以有 但罪名不一定能坐实 迎死一口咬定 那灭国论 不是宋出义所助 再加上秦国内部的舆论影响 渐渐降低 朱子百家 亦没有对宋出义喊杀 但情绪依旧激烈 各家主事 亦陆续抵达咸阳 等着宋出义给个说法 历史九天 一篇主张吞并灭国的言论 在宋出义的重新构架下 变成了研究历代王朝 更迭灭亡的原因 以及如何做 才不至于被灭国 这篇文章中认为 天下大争 兵者凶器 以及人身上的所有黑暗一面 皆因为有欲 分析了历代王朝 因欲而灭亡的过程 而后 宣扬用道家 清净无为的思想 去平衡人性中存在的欲 达到不争的目的 最后 又描绘了一个 无欲无争的美好世界 这是一个与原本灭国论 截然相反的一套主张 权文定下之后 银丝便令人超了百分 放给各个学派 拿到这明显带着 道家痕迹的言论 朱子顿时尽声 细细研究了几日 最终 还是要请宋出义站出来 说个究竟 明日在清风馆里 楚里即将一只青竹筒 塞进宋出义手里 不无担忧地说 即便有这篇新的言论 怀情处境十分不妙 此行凶险 大哥但说无妨 宋出义卧锦竹筒 竹里即略显悄悴的俊言上 神情凝重 我夜观星象 绝形势不妙 便为你补了一挂 挂象 隐隐显出雪光 只要留着我宋某人一条命 不封不傻 足矣 救劳君上和大哥 保住怀尽一条命了 保你一命河南 我只是见不得 你再受难罢了 有新的灭国论 百家一时 也难以咬定 宋出义的罪 活命不难 但是 你让我查得明迟 楚里即忽然想到 造成今日局面的元凶 他如今是魏国的上达夫 官拜右郎中 从各地秘密传出的消息来看 八成是此人所为 推得毒 小人受断 宋出一锤眼 命迟啊 当年你年近三十不过 才能与我相当而已 今日我有机会被你轻易逼死 就让宋某人告诉你 挑错了踏脚石 会摔得多惨 君上那边可准备好了 我看过了 君上做出的竹剑 就像旧的一模一样 解于你刻的自己 分毫不差 善 你安心休息一晚 明天才能打起精神应对 楚里即拍拍他的肩 语气坚定 你计较迎击一身大哥 大哥就是豁出这条命 也必保住你 大哥 送出一台手 握住他哥在自己肩上的手 怀进今生结识你 何其幸灾 直到此刻 听见宋初一动容的言语 楚里即紧绷的心情 才松动几分 宋初一一贯平静的心底 也难得拨动 直到楚里即离开之后 才渐渐平复下来 对于宋初一来说 这辈子有两个大贵人 一个是赵乙楼 另一个就是楚里即 一楼 宋初一自言自语 他一直知道 赵一楼不是一个 志在天下的人 但是大丈夫当顶天立地 他不希望他像奸一样 永远跟在别人身后 宋初一没非得让他变成 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但至少能与他并肩而行 一起堂堂正正地 活在这世上 他宋初一不是怂胆 也不喜欢怂胆 月华清如水 漫咸阳不知多少人不眠 而这个深陷罗网之人 却是睡得又香又沉 次日 早上过后 扁鹊照常给宋初一时针 楚里即来接人 看见扁鹊 心中一动 便邀请他一同 去清风馆听百家争鸣 虽说各家各派的辩论 早已屡见不鲜 但一次百家齐聚 也实在机会难得 便略略准备了一下 随着一同前往观看 马车之中 扁鹊打量送出一几眼 中肯地评价道 灰锦收拾起来 倒也挺能入眼呢 他今日 还是一袭黑色广袖袍袍 袍袖口袖口上 袖着青灰色的瘦纹 头发比平时梳得更整齐 眼上附着黑色绸袋 几乎遮盖了半张脸 宋初一咧嘴一笑 前辈 真是慧眼独具 不羞也 扁鹊笑斥 心中不禁唏嘘 由来天度英才 大才都在磨难中夭折 他希望宋初一 能好好活下去 马车行进贤王城的主干道之后 便有些堵了 今日百家齐聚 除了声讨送出一 彼此之间 也难免会有一场论战 所以各国世子闻风赶来 这几日 咸阳城人满为患 尤其是清风馆附近 黑压压的一片 壮观至极 清风馆 是秦孝公所胜 如今 属秦国廷尉府管辖 是为世子而准备 专门论证 雄辩 演说自家学术的地方 也是秦国为发掘人才而设 所以 并不像使用这里的世子 收取任何费用 有人想借用此处 宣扬自己的言论主张 或与人辩论 或真编实弊 只需向廷尉府下辖的文管投卷 倘若廷尉府认为内容家 便可以无偿提供场地 如果有真才实学 秦国便会想方设法 收为己用 而直接想入秦为官的人 便可以直接通过清风馆 隔壁的文管 登记头卷 这些文卷 会一卷不落地 呈到大梁造福 那里有专门审核 这些文卷的机构 然而 自从孝公与商君 先后故去 老师族企图复辟 手早已经伸到文管 对于他们不利的人才 一律都揽在门外 文卷是绝不会乘到 大梁造和秦宫案上 所以这条路子 已经断了好几年了 虽然最近又重新开辟 但世子对此的信任度 已经大不如前 有黑甲军开道 马车静止驶到了清风馆门口 外面的嘈杂声 渐渐弱了下来 扁却与处理级先下了车 随后扶着宋初一下来 千人煞食噤声 只安静了几夕 便有些人猜出他的身份 宋怀锦 是宋子 这两种称呼 显然对他的态度不同 转眼间声音又杂乱起来 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反对暴政 灭暴政言乱 杀宋怀解 很快便有许多人响应 人们的情绪 总是容易被煽动 不出片刻 呼声越发大了起来 宋吹嘴角一撇 随着处理级 从容布上清风馆的台阶 站在高台上的官员 大声喊道 请诸位保持速将 以便稍后听清 官内侍者的传话 他的声音被淹没其中 喊了好几遍 也无人搭理 犀牛号角声鸣起 低沉肃目的声音 让现场激愤的人群 逐渐安静下来 君上到 虎奔卫粗犷的声音 与犀牛号角合在一起 让人仿佛置身军营 零零散散地嘈杂 也被压下来 马车停下 虎奔卫立刻将清风馆的正门 倾出进两丈宽 一席悬色广袖华服的迎四下车 两侧侍人连忙攻身行大礼 参见秦宫 迎四脚步不停地 往清风馆去 所过之处一片参败声 在清风馆门口的送出一等三人 也都避到一侧 拱手见礼 参见君上 馆内早到的百家珠子 一纷纷出馆迎接 所有人的躬身参败 迎四站在清风馆门口的台阶上 浪声说道 诸位免礼 他顿了一下 带众人直身 继续的 天下世子 以宋怀锦有残暴言论 秦用宋怀锦 诸位也算是怀疑我大秦暴政 以迎四暴君 但大秦尚未分辨 宋怀锦尚未分辨 事情无定论 一切言之尚早 诸位判死刑前 请准备好切实证据 否则 朝朝日月 朗朗乾坤 我大秦威严 岂能容他人 随意污蔑践踏 一番话 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那年轻君主 一身素冷 气势破人 数千人的广场 鸦雀无声 无一人 敢发出丝毫声音 宋炊锦紧敏唇 银四完全可以置身室外 静观事态变化 倘若无法挽回 可以直接把他从秦国 踢出去 然而 银四却将他和秦国 和他自己 绑在了一起 这么做 固然能够压制住 事态的发展 但也需要冒风险 银四率先进了清风馆 众人随后 陆陆续续地进入 待君臣诸子 各自就坐之后 银四环视一圈 说道 想来诸位 已经看过 《灭国论》的手抄本了 宋怀锦在此 尽可发问 君座下方的台上 设了两席 左边是受问者之位 右边是发问者之位 银四话音一落 有侍者上前 扶宋出一道 左边席位坐下 倘若有人 想就学术言论上 遇宋出一遍一遍 就可以坐到右边位置 倘若只是询问 直言半句 便不需要坐上来 敢问宋子 可知山东六国 流出的灭国论 有人立刻起身发问 百家朱子在此 不敢当此称呼 宋出一先客气了一下 接着说道 前些日 已看过内卷灭国论 先生以为如何 那人紧接着问道 宋出一笃定 而言简易改 残暴不然 有逆天道 然而如此一卷言论 却是出自你宋怀锦之手 可是 相对于此人的激励 宋出一显得如一滩死水 阁下何出此言 何以证明 那人见宋出一不承认 冷哼一声 旋即大声说道 有博弈社中流传 宋怀锦曾在 卫国酒馆中言道 平生最大兴趣 就是灭神国 此话 可是从你口中出 怀锦在位 已经是一年多 以前的事情了 既然早有此言 博弈社为何到今日 才流传出来 怀锦的灭国论 也早已写旧 为何偏偏带我 从巴蜀归来 才半月之间就传遍了山东六国 我等 一名速袍老者 拄着手杖 吃力地站了起来 一边往宋出一右边的位置走 一边说道 并无切实证据 证明那卷灭国论 就是你这后生所作 但明面上所有的线索 都支撑你 为天下苍生免遭涂 不叹不得不慎重 只要你敢断职赌势 老朽便信你 相子 处理机忍不住站了起来 身体发肤兽之父母 岂能随意损伤 相子这个要求 是不是太过分了 用父母所受蒙事 以正自身清白有何过分 相子步上台 在右边的座位 跪坐下来 此事暂且不说 道家灭国论 使令老夫惊艳 愿以法家之学 与后生变上一遍 不知何人交出后生 这等才学经验的 道家子弟呢 他顿了一下 微微一笑 转向南面刺习 一袭轻衣的中年人 庄子 庄子居然在场 他不是最厌烦 参加这种聚会吗 宋吹心中一跳 放在腿侧的手 微微收紧 他已经知道 这世界不是自己 原来的世界 可以说 师门问题 是他最大的致命漏洞 今日 他处于被质疑的 被动位置 如果非要逼着 说出个一二三 在座的 可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庄子目光 落在送出一辈黑仇态 遮去一半的面上 想起在蜀国 他讲的那个梦迪 转眼看了向子一眼 且看输赢吧 怎么 庄子不是淡泊红尘 却还在意输赢吗 向子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庄子闲行地抄起手 微挑起唇角 有无之相声 难以之相沉 长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倾 身阴之相合 前后之相随 道家说的是 天道横平 向子不懂道 不如与我 先逍遥山水几日 感悟一番 何故与后身较劲 这一番话 却是一点也没有给向子 留情面 就会有个三遍 感谢观看